堂堂一国公主对穷和尚当众表白 却被当场拒绝 公主恼羞成怒 将和尚封进棺材 深埋地下一千米 挖出后已变枯骨 可头发却在疯狂生长 村民们以为是神仙显灵 于是把枯骨放到神坛上供奉起来 不料枯骨看得木鱼 右手居然开始敲钟 看来是神佛显灵 于是村民向高僧许愿 可久而久之 村民发现他并不能满足任何愿望 他们失望极了 为了发泄不满 村民们把枯骨踢来踢去 一不小心还踢到树上去了 一位虔诚的大婶不忍 便将其带回家 用清水为其擦拭灰尘 谁知枯骨沾了虔诚的水 血肉居然开始充盈 慢慢有了人的样子 大婶很欣慰 继续擦拭 直到七七八十一天后 高僧居然用舌头 主动舔射了大婶手指 大婶以为自己幻觉了 赶忙叫来儿子 儿子半信半疑伸出手 果然高僧也舔了他一下 很快 高僧复活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村子 无数村民赶来跪拜 仍死心不改 把他当成龙珠许愿 可一连跪拜七天 和尚还是一直在敲钟 没有任何变化 原来复活了 也只是个傻和尚 村民们再次失望而归 却不知更可怕的厄运 在等待着这个村子 男人起床上厕所 发现敲热中的男人竟然不见了 这时能外来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 男人连忙赶过去 谁知竟看见和尚正趴在屋顶 偷窥女人换衣服 男人劝和尚赶紧下来 谁知和尚张口 竟发出一声婴儿的啼哭 男人被吓得瘫坐在地 转念才明白原因 婴儿啼哭意味着出生 由此和尚时隔108年 才算死而复生 为了唤醒高僧生前的记忆 他请来的寺庙里的主持念诵经文 希望他听的经文能想起来什么 谁知主持刚开始念经 高僧近身了的懒腰 直接睡了过去 主持看见这一幕 不由地瞪大双眼 气晕了过去 男人很失望 直接将和尚踹了下去 还随手抓了一把小鱼干 扔到了和尚面前 和尚看见食物慢慢走向前 男人看见和尚只对吃的感兴趣 不由地彻底丧失了兴趣 不再为他的生活提供任何帮助 从此和尚流浪在村里 为了填饱肚子 只能每天去偷村民的鸡 村外挖出一具108年前高僧 81天后居然头发疯长 死而复生 可复活后却只会啼哭 像急了婴儿 时间一天天过去 高僧也到了青春期 这天意外撞见一对夫妻 在草地里打得闹闹 谁知伪装太过拙劣 直接被丈夫抓包 妻子嘲笑她没见过女人 还说想要女人就变成花美男吧 如果她要是变成花美男 她就在这里等着她 男人像是听懂了女人说的话 回去之后 抠走了村里姑娘们的胭脂水粉 以和为敬 仔细地自己化了妆 还做了一个假人练习表白 直到觉得满意了 便跑到妻子承诺的地方等着她 可等了半天也没人来 但她没有放弃 一等就是七天 直到被动得瑟瑟发抖 再也坚持不下去 就在此时 一个女生想起 男人闻声看去 原来是村里有名的俏女人 她愣愣地指着自己 然后欣喜地奔向俏女人 终于从和尚便成为了男人 瞬间她回忆起了前世零碎记忆 108年前 她乃东营第一美男 去因坚守福道 拒绝了美丽公主的嗜好 直接被活着埋进了棺材 108年后轻易堕落 然而第二天 失落的她 还是忍不住扣响了女人的门 谁知女人这次却闭门不见 和尚敲着敲着 就没了声响 女人松了一口气 谁知下一秒 和尚却从地面钻了上来 女人大惊 下一秒 就肚子剧痛 像吹气球亮鼓了起来 女人痛苦的叫喊 引来了全村百姓 赶来的村民发现 屋子周围布满了紫色的烟雾 于是连忙跑上前推开门 却被眼前的景象吓昏过去 女人已经没了性命 身上占了108个心声的小金人 见此情景 村民以为是菩萨显灵 村民们也跟着行贵拜礼 一个村民小心翼翼凑近小金人 直接用手捞了一个 谁知转头 却看到了地板中的和尚 男人不禁开口问和尚 已跨越108年死而复生 仅仅是为了女人 不料和尚只是吃傻地笑了起来 感觉被欺骗的男人无比愤怒 对着手中的小人一吹 小人被吹落在地 慢慢变成了粉末 还被风吹散了 村民们都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男人也在这一瞬间意识到 神佛什么都是假的 发了风似的 将女人身上的小人拍成粉末 随后村民们也加入了进来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踩 小人还是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那疯狂的场景吓坏了和尚 他吓得逃之夭夭 屋内的男人见杀不死这些小人 便觉得他们都是妖孽 心想只要杀掉男人 小人一定也会被杀死 于是联合村民一起 拿着锄头开始追杀男人 高僧元既108年 被挖出来后头发疯涨 还和村里的女人 生下108小金人 村民认为这些都是妖怪 准备将小金人杀死 眼看不行又拿着锄头 追杀造成这一切的和尚 却没留意 和尚早已混在追杀队伍里 村民们也没发现 只是一直跑 直到和尚体力不支 倒了下去 这才被一位阿婆看见了脸 连忙招呼村民回来 和尚感受到了杀气 连忙想要跑路 谁知体力不支 连路都走不动 他只好趴在一个木车上 谁知木车顺得下坡行进速度飞快 下一秒 男人连人带车都掉进了沟里 听的动静村民们连忙赶来 谁知现场只剩下男人一直敲个钟 没见男人的身影 村民们只好当他已经死了 几天之后 一位村民娶妻 夜晚洞房时 男人却听到了敲钟的声音 以为是和尚来找他复仇 连忙推开门 趴在地上寻找着声音来源 但他一无所获 第二天 他开始寻找和尚的踪迹 只要是和尚去过的地方 他都会拿着锄头一下一下地挖 希望可以挖到踪迹 但还是一无所获 当晚他在抱起妻子时 钟声再次响起 这次他再也无法忍受 他来到了河上死掉的地方 一直挖一直挖 挖到天黑 没有发现河上 可钟声也没有响起 他恍然大悟 只因今晚没有触碰妻子的身体 在他意识到这件事后 就将妻子送回了老家 于是直到死去 都没有再碰过女人 因为那个钟声 已成了他的心魔 伴随着一阵钟声 一个女人正在写着什么 在他的旁边 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人 原来上面的高松复活的故事 乃是这位老人编造的小说 只因老人对女人抱有一样的心思 才会借这个故事 来表达自己对女人的执念 就像故事中 男人只为女人死而复生那样 最终女人离开了 老人却露出了无比甚人的笑声 也许他就是故事里的 那个孤独终老的男人